李吉他,王媛亨佛 我把这个规则找到 什么样的倾向自高兴的估计 什么样的倾向自低兆线的估计 所以之后有人来申请 想要变成我的估计 变成我的估计客人 跟我借谁 車帶、航帶 我就根據過去找到的規定 我就看你屬於南北 你是傾向於高風險的客人 還是低風險的客人 所以前面是已經發生的 那後面這次是什麼 可是它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說前面的人 你知不知道他屬於南北 不知道 後面呢 你知道他屬於南北 還不知道 可是我有過去的一些經驗跟規程 可以幫助我來判斷 你到底是高風險的 那我為什麼會來講話 知道你是高風險的 高風險的 高風險的我還要借給你 我借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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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風險的人 還好 對不對 所以這兩屆 一屆 一屆兩屆 根據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 去把規程找出來 這叫建 那很清楚的就是 每一個客人的意思不掉都有 它到底是屬於高風險跟低風險 你也知道 對不對 你也知道 可是為什麼是未來這一部分呢 它到底屬於高風險還是低風險 要進來的時候才知道 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根據什麼 過去的那些資料 所以幫忙我來猜 它到底屬於高風險的低風險 你為什麼要去猜 因為 要幫忙我們做的 你到底要不要同意它的申請 我們值得申請 代表申請 所以你知道這兩件事 那理論上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 哪個地方是你真正的東西 這是 未來的 後半 對不對 可是你們可以 用過去的東西 來幫忙你未來做的原因 因為 我講一句話 我們通常講這什麼 兩句話 還有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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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兩句話 第一句話是 數字會說話 第二個是什麼 意思會什麼 會想問 let's treat 是可以p itself 所以說過去挑戰的規則 你是高峰的比方學 未來很大的 如果你來申請 屬性類似的 那為什麼 應該是 它的 future performance 應該是 類似的 或者你申請可以說什麼 birth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什麼 物語什麼 物語類區 所以這是基本的模式 基本 所以你看看課本 就說 你看看課本 嗯 你看看課本 一看看課本 Discrim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are multivariable tactics concern with severly distinct sets of objects and with allergenic new objects to previously define groups 有沒有 基本上 它是要把 觀測指 或者是群 或者是 目標的指 把它 severate 開 分成 不一樣 groups 這是 discrimination 咱們呢 allocating new objects to previously define 什麼叫做 allocating new objects to previously define 什麼叫做 previously define 你是不是之前 定義好 歸類好 那個群體 那你怎麼會 歸類的把它歸成這一類呢 因為你是用過去的 什麼 歷史組織 目的是要看 allocating new objects to previous define 你最主要的意思 要把 新的觀測 新的申請 要把它歸到 之前已經定義好的 那某幾群當中的 一群 那你怎麼知道 分成幾群呢 你怎麼知道 規則在哪裡 你是用根據過去的歷史 才要 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是兩件事 可是我們強調 在很多 一般的論文裡面 如果 你開始看了 它就告訴你 它的關鍵字 一定是 classification power 或是分內容 它只要講到 classification power 事實上 它在做的事情 一定是先去做見譜 然後 多一些的見譜 再來找 再來做分內容 那你去 你分析的 target 都是 因為 你分析的target 你都已經必須很清楚地知道 它的label 是第一個群 第二個群 它是第一個群 第二個群 跟什麼 第三群 可是那個 不是你最主要的嗎 你最主要的 就是要哪來 去猜 那些新的 那些 new objects 它們呢 應該會不會 alget比較難多 這才是你最主要的事情 OK 好 請各位注意看 請各位注意看 基本上 間諜跟分內 除了我們大家講的一句話 還有兩個 它最主要的目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件事情 可以用目的一個目的一個來說 就像另外一個章 一句話 The immediate goals of the discrim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respectively are as follows Goed 1 to describe either graphically or algebraically the differential features of objects from several non-collection populations who try to find discriminants whose numerical values are such that the collections are separ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随其有仗 这是你的模样 仗们 第二个数目 to store objects into two or more labeled classes the emphasis is on deriving a rule that can be used to patrimonial assign new objects to be labeled classes 所以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目标就是 discrimination 去把我知道客人如何去 高峰姐跟民工去 不要找到规矩 尽可能把它分裂越快越好 规矩找到之后 第二个目标是要看 有新的判册 我就要看他应该被规到什么 哪一群人的群 哪一群人的群 请注意哦 各位看到没有 他下面讲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discrimination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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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够标的classification 可是你会看到一般的教育书 特别是如果说你去看对方安逸的书 他这个跟你讲 这个我们去把归到前面 简换成分类的classification 好 好 有很多人把口在里面最后一段 五七五个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in practice goals wanted to frequently overlap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paration and education becomes blur 第二个常常都已经混在一起 有个人还搞不上身材的差别 好 所以我先跟你讲 这是过去事情的未来性 过去事情就是你有被请指导 知道他会去哪一群 哪一类 一类第二类 那未来是呢 你一定不会知道他是哪一类 他都还没给你的客人 你怎么会知道他都不知道自己来的东西 可是过去有一些的指定跟他很像 都是在高风险 那你大概就会猜 对不对 你就会猜 他大概是 高风险 那你为什么要猜他是高风险 你要做指定 你到底要不要借他 是不是 所以是这样 那我们客人们有很多的例子 不会看一下 在哪里 你都会看一下 五百七十六页 中间 有非常多的例子告诉你 你为什么需要去处理分类的问题 为什么要先把规则找到 先去做discrimination 然后 再来 看 他到底锡的关键底子属于哪一类 第一个 这个 例子 很常见 Solomon 就是说 an distressed property 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y Solomon是见解的 那 distressed 表明是不好 是吧 保险的关系 你告诉我们有什么需要 就要这样 过去可能有很多 第四项去告诉我们 有些保险东西基因的 不好啊 有些保险东西基因的 怎么样 很好啊 对不对 那所以 过去的 标签都知道 这个标签一看就知道 保险的好 或者是不好 那你为什么需要知道 过去 然后来 来 把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怎么样 把它贴得很好 还是不好 因为你买保险的时候 你要找不到地方 要 当然要啊 你要买到一个 要破产吗 要不完蛋吗 那你就 你的保险就变成什么 你那张保险 保险就变成币子了 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internet bubble 什么一样 比如那个 那个.com的时候 一大堆就变成什么 币子 我上次去 这张保险的同学家 我真的就看到 他真的是拿来当币子贴的 你知道吗 那个股料 一股两百美金 一股喔 一个share 诶我们这边是说 一张 一张 一张十万啊 一张十万就很多了 就一股一百块 对不对 对不对 它是一股share 几百美金 一股啊 那是恐怖啊 就多少钱啊 那几万块台币啊 我们随便 你就随便看 我们一张图片 如果是一股 二十块三十块 那一个才多少钱 一张也才多少 两三万 对不对 他那个一股優 他贴的满地都是 对不对 然后他和一下 跟那边上面 滑 滑 它全部变成币子 一样的嘛 所以基本上 如果说你 你再去看人家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你 这个股票 到底是不是值得投资的工夫 你根据过去的很多经验 你就分 如果你把它找到 几个 有一些东西 那边EPS啊 什么什么什么 发挂鼓励 你都很多 你待会找人在讲 有很多指标 那它到底是什么 好 还什么 不好 值不值得投资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这两个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 再分成四类 有的是两个 获利高跟外来 获利高跟低 那如果你说 光获利不够 我还要看什么 风险 那我把它切成 四个向前 高获利 高风险 低获利 低风险 类似像这样 你不是有四个 四个向前吗 你学那个 坐标 你都知道 对不对 那 如果过去的数据 告诉你什么样子 那你未来投资 你是不是就西方西洋 不过有的时候 大概怎么发现 你签成四个向前 通常都是高货率 高风险 低货率 有什么 就低风险 通常是这样 对不对 那就要看 所以 这是非常明显 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不会随便做主意 一定是希望 去找过去的历史资料 对不对 什么样的状况 哪些主客 它可能 投资是比较有爆炸 哪些主要 比较有爆炸 你一定要看 我刚刚讲的 数字会说话 历史会说话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找了过去的一些 history 对话 historical data how in analyze you know the return 或者什么 那你过来 他的表现 就来对照 他跟谁在想 对不对 值不值得干 这补调整 对不对 那有的 请注意哦 去评估爆炸公司好不好 有的时候 不是个人来评估的 可能是什么 性型啊 没错 做credit rating credit scoring是针对个人 credit rating是针对机构 对不对 你的真的爆炸公司 值不值得我投资 值不值得我 债保 那爆炸公司有时候 就跟人家讲 债保 你借了保管之后 你通常不会做 你一定要 你要transfering the priority 不是 你要transfering the rating 就是你通常会 跟国外有债保 或是债序 债序 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门头 他一定要看 你那个 他如果是拉他公司 他就不接受了 一样 那 你的凯筋业 或什么 你要不要讲 国际界限 他就要去 你这个公司 国际 你就是要 国际界限 一样 就是说 过去 怎么样的表现 你就找到这些规矩 那你回来 他为什么要让你降 那你有原因吗 因为你什么那样的话 你就被降了 所以 这是 一个example 保险公司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 什么样的例 好 第五个case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跟我们啊 管理比较有关 purchase purchase purchases of a new product and letters letters 中文翻译是什么 英文是 no slow to purchase 那我们中文讲 延迟购买 对不对 比方说 你是做电话行销的 最后 用这个例子来说 电话行销 对不对 我现在把它改两次 电话行销就是什么 我打电话去 有没有 他有理事资料吧 你打电话去 不过是你的客人 对不对 他已经 你都知道 他的年龄啊 什么交易程度 你都知道 对不对 那你打电话去 有没有 他 他 接受 还是什么 不接受 对不对 你的 你的 你的offer 我打电话去跟你讲 我们现在有一个 这个 很好的产品 比方说 信用卡的客人 对不对 你发现信用卡上 你发现可以推销 老鞋 做什么 做交杀销售 做cross sale 对不对 或是信用卡可以推销 什么 旅游产品 他们常常说 一页解销 没有 做交叉销售 那他们打了 打了 打了就 那每一个人打完他都知道 这个成功还是什么 失败 他都会知道 那他打了几千通以后 他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去做 一些规矩 那打完了几千通 打了五千通 一万通 他到底有 有没有 是不是都知道 不知道 那这里面是可以找规矩 什么样的人可能会买 什么样的人不会 什么样的人不会 那我们还没打 比如说 未来是 这些人 你当我说一天拿下 对照的 你是请教你可能会买 还是请教你可能会买 你那些已经不会买了 要不要打 要不要 对不对 跟你讲笑话 不知道 前两年有一次 有一次 你应该没有听过的笑话 听到没有一次 这个 这个 有个暑假 你们有没有修高尔隆老师的 有 有 有一次高尔隆老师 在我一半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个人打电话 李先生你好 他 因为我平时高尔隆 我就把那个扣机 放开 然后 他就听到 李先生你好 我说什么事 那我搭上了两分钟的词评 我就划了一下 他说我这边是新加坡 南洋 领国大法 铸台拜师说 对 我现在已经没教育 不用出国 就可以拿 念毕业的机会 他还没讲话 他就说 我肯排学校 然后他就说 以前是 现在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他就记忆讲 然后高老师就说 二百人 再讲 然后我就说 然后他就说 你不觉得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硕士学位 可能对你未来的升迁 我会让你帮助 然后我就说 小姐我真的很疼 然后他就说 怕你怎么翻转 你也觉得我很诚恳 我说 很抱歉 这跟你很诚恳 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抱歉小姐 我有博士学位 我在大学里 你叫我 哦 抱歉抱歉 好 高老师 二百人 他真的是二百人 超级二百人 打电话来 我那时候是在研究所他说的 我在研究所他说的 他打电话跟研究所说 他讲 叫他来念给你 他说二百人 当然是二百人 对不对 他完全没有做梦 他打电话来叫你先生 很明显他知道 我信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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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不是弄电话拿起来 流水话乱 乱 乱 我猜 他一定是 不是去偷资料 就是跟人家买资料 要不然是跟人上帝做什么 我所有的信用卡资料 留的 联络地址都是学校的 所以我请你问他做一下功课 他看到这个人 教育成功 博士 对不对 然后看他 唐业是什么 教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看他的通讯地址 台北县新庄中正路510号 辅仁大学管理学研究所 我请问 他有博士学位 他告诉你他的职业是教 有个地址是 新庄福人大学管理学研究所 他是干嘛 他是在这个研究所里面 当公有扫地的吗 蛤 你觉得他在干嘛 他也是干嘛 他也是教书的嘛 管理学研究所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program啊 你没有吃事 你也要有什么 尝试嘛 对不对 大哥的问题是什么 白搭 白搭嘛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吗 他说高龙老师讲什么过分 他说二百人 讲到二百人 我本来算客气 对不对 你也不知道 讲到什么过分 很成本的讲书啊 那半人要怎么样 我还好 我妈妈给她把她挂了 把她去修理 高龙老师一直笑 一直笑 二百人一直笑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事情 有啊 你如果按照过去的 客人的律师这样 稍微做下功课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的电话 你不应该打 有 你不需要他 所以 如果过去 你就告诉你 这些人是 不会把他抢 而且如果我分析的时候 你这个就率是很高的 那如果 把这些新的客人 把他给他挑个人 把他的资料 再进去比对 说这些人不会把你抢 你干嘛打 打是浪费的 浪费钱啊 打电话要不要钱 他打手机给我 要不要钱 那钱啊 还抢了多几分钟 我只是检阅 他这东西还都扯了 你不会有没有 对不对 我觉得我 我以前是不忍心 因为他电话费给我打 好多钱 对不对 我在EASY就去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你打电话 去跟他 做电话是什么 你去不去 你如果真的是有过去的历史权 然后你打完了之后 你马上记录 这个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你只要打到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分析 这个分析的结果 对你未来要打人 如果你打 你总会往后请淘族观众电话 要打 你打了一两千公斤公圈 找到贵族 找到之后 你马上过来以后 你电话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 因为他一定不会 对 好 今天这是 请教上的例子 购买者 分什么 也很实购买者 好 各位再看一下 第八个Case 这刚刚都讲过了 有没有 Good 跟Poor Credit and Racist 信用风险 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Good and Poor Credit 任何人 任何人 当然 对 确图 你的金融问题 要想知道 你跟我借钱 只要跟银行借钱 就一定接着到新闻风险贷 因为基本上,不管是担保的借鉴,或是无担保放,里面一定有无法上开credit risk 哪些东西是担保放? 哪些东西是担保放? mobil,什么是mobil? 你们知道mobil? 我里是mobil 面词 中士 面词 i 面词